太太 您贵姓啊 就叫我彭太太吧 彭太太很久没有做面膜了吧 也不是 我偶尔在家也坐坐 快点啦 文静 我真的不想去 我好累啊 你自己去好了 你陪陪我啊 我从来都没买过淑女的衣服啊 你为什么要买淑女的衣服啊 我觉得程晓峰 可能会喜欢我淑女的衣服啊 你真的是为了她无所不用其极啊 当然啦 可我真的是没心情逛街 我 我在这儿坐着等你好吗 你陪陪我嘛 帮我出出主意也好呀 你用不着我出主意 你自己眼光那么好 听话关 拜拜 王远 王远 你就不能 那你这是待着哪儿也别去好吗 我又回来找你 放心吧 我不会到大马路上自杀的 因为我真的是想陪你逛街嘛 你让我去做大马路上自杀的 那是她有诚人吗 有诚人的 他有诚人的 这就是外国人的 我都想陪你 我那边 他超重心的 真巧啊 我本来就想找你出来谈谈 你找我谈什么 我和彭永辉结婚那么多年 可是有时候我发现 我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他 也许男人也觉得不了解女人呢 那你了解他吗 好 我今天又和彭永辉吵架了 我对你们两个人的事不感兴趣 是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可是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们会吵架吗 我知道你想让我跟彭永辉离婚 可是我劝你还是 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你误会了 我从没有过这样的念头 而且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向他提过任何要求 你有也好 没有也好 无所谓 我告诉你 彭永辉是不会离婚的 哪怕他只是为了孩子 我对你们两个人的事不感兴趣 我为了彭永辉 为了这个家庭 放弃了所有的一切 包括我自己 可是到头来我才明白 这种放弃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不是一种帮助 而是一种毁灭 而是一种毁灭 你知道吗 从前 就算我们两个吵架 我也能感觉到 朋友会是心疼我的 是爱我的 可是现在 就算我们俩不吵架 有的时候我也害怕 他那种眼神 充满了厌恶 嫌弃 我一想到那种眼神 我心里就一阵一阵地发冷 你别得意 因为如果是你 嫁给了彭永辉 时间久了 日子长了 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就是 我绝不会轻易放弃彭永辉 我誓死都会保护这个家庭 好 你坐着吧 我走了 再见 还是不要再见了 因为我已经把你的电话 从他的号码本里 刘洁 也希望你 不要再跟他联系 来 宝贝 我要 我 不 我 把你的音乐 我 我就帮我 你 我 我 我 不 嗨 脸色为什么那么差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买了吗 买了 都穿上了 就买了一套啊 我能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好耶 我淑不淑女服 衣服挺淑女的 我打听过了啊 张晓风都喜欢那种 乖乖的淑女 你确定陈晓风是喜欢淑女类型的衣服 还是淑女类型的人啊 我管她呢 她喜欢什么样我就变成什么样 我已经准备好了 蓄势待发 服务员 给我来杯咖啡 接下来几天 我白天足不出户 晚上投悬梁 追刺骨 专心在家写剧本 偶尔闷了 就到不远处的一个小酒馆 坐着喝点啤酒 我喜欢这里的安静 这里的阴人 在这儿喝酒的人 只有固定那么几个 每人叫上一打酒 有些时候说话 有些时候不说话 什么菜都没有 也能从晚上六点 喝到早上六点 樊斌始终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有时候恍惚地觉得 过去一切都是做梦 我根本从未认识过这个人 去吧 不是 你们怎么还没睡啊 小北啊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樊斌是不是吵架了 你们就为这事啊 你看你这样 我跟你爸呀 都不放心你 没有嘛 没吵 我们俩感情可好了 我想跟他吵他都不跟我吵 老是让着我 我打他都不跟我吵 那前些日子 我叫你搬回来住 你还不愿意 这突然的 就大包小包子 自己就回来了 这还三更半夜的出去喝酒 这都连续喝了好几天了 你不是之前说 你一个人在家闷 让我回来陪陪 这么大句话 陪陪你 然后我一个人就过来陪陪你 想着写写句话 怎么了 你现在开始嫌我烦了 我不信你的话 你让那个樊斌给我打电话 让他自己跟我说 他刚还给我打电话呢 怎么办啊 那么晚了 估计是睡了吧 没事 叫起来呗 问个明吧 别打了 这生更半夜的 别打搅他休息了 妈 还打吗 行 算了 算了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呀 不是一个人那个时候了 真是 你们这代人啊 那可比我们那时候差远了 一点都不懂得什么 互相关心 互相谦让的 对了 你呀 跟那个樊斌 得好好地谈一次 都是结了婚的人了 这还一天到晚老是出差 一去就那么长时间 年轻人在一起啊 沟通是基础 在沟通的基础上呢 互相谅解 互相体谅 不能由着性子来嘛 爸 妈 你们放心吧 现在都流行这样 这两个人结婚呢 不住在一块儿 偶尔见上一面 还挺有新鲜感的 小别胜新婚嘛 你们就为这么点事不睡觉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喝酒了啊 去去 赶紧去睡觉去 走吧 爸 走走走 我再也不去喝酒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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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睡吧 爸 不让人放心 别玩吧 是啊 梓敬来了 就还来聊程医生了 是啊 多辛苦啊 给你们带了好吃 一会儿过来啊 他在哪儿呢 刚下夜班儿的休息区呢 谢谢 一会儿过来啊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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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下夜班啊 我先走了 好 走了 拜拜 快来尝一尝 我亲手为你煲的汤 给 好 谢谢 赶快尝一尝 尝尝 快尝尝 好不好喝 好喝 你别停啊 你接着喝啊 汤凉了就不好喝了 你说你天天在夜班 对身体多不好呀 对补一补是吧 谢谢你啊 好喝就行 文静啊 以后不用总给我来送汤了 你先吸啊 不 不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怕太耽误你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太好意思 没事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嘛 主要是影响不太好 我一女孩都不怕影响不好 你怕什么呀 再说那会儿我住院的时候 你对我那么好 我要说你别致了 你会吗 没关系 就当我替所有的病号犒劳你了 来一天是吗 你是不是 你是怕你女朋友不高兴吧 不 这 这只是一方面 文静啊 我 我的意思是 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吧 总这样跑来跑去的 真的 真的挺耽误你时间的 你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忙呢 是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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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我下次就不这样 你把这丁丁都吃了吧 这还有蛋挞 我冲点糖分 我先走了 喂 一定要多吃喽 喂 袁东 不是 大哥呀 你用不用这么早打电话呀 你别装了 都知道你们猎头起得逼击孩子 我问你 王爷儿工作那事怎么样了 我说你就为了这么一个破工作 早上催 晚上催 一天打三遍电话 你都快把我逼疯了你知道吗 什么叫破工作呀 破工作你到现在也没找着呢 我跟你说 咱们哥们这么多年了 你别蒙我 服了服了服了 我彻底服了你了 我现在就给你找去 一有消息啊 马上给你打电话 好吧 好嘞 谢谢啊 走啊 走啊 王爷儿 起得够早的吗你 我也没睡懒觉 习惯 走啊 走 大公家那个小孩老是了吧 言经系从百依百顺 那你这差不多也该撤了 为什么要撤啊 你不说是给自己来拓展培训吗 这都好几天了 也该走了 还不到时候呢 我现在觉得干这份工作 挺有成就感的 不像以前觉得那么丢人了 等着找到合适的工作再撤吧 工作找顺利吗 递了好多简历了 就是没有回音 其实找工作你也别着急 你条件这么好 不愁找也好的 谢谢 谢谢 你说要是有一天咱们都老了 跑不动了 也能像他们一样打拳吗 你会吗 这有什么不会的 看我呢 一个大西瓜 中间分两半 你一半 我一半 又来一个大西瓜 中间再分两半 你一半 笑了 你知道我笑什么吗 笑什么 大西瓜 你不能再胖了胖了 这两天怎么没看着小北啊 他跟梵冰分居了 搬回他妈家住了 分居了 你啊 老这样总跟个孩子似的 特别好吃吗 真的 你这怎么做的 是不是先把它包成饺子 然后压扁了 就成这样了 你见过这么大的饺子呀 我说你啊 也该跟我学着做点饭了 年轻的时候可以不开火 下个馆子呀 叫个外卖呀 可是等了年纪大了怎么办啊 五六十岁了 还腰三喝四的 呼朋唤友的下饭馆啊 也是啊 一帮五六十岁老太太 坐在一会儿 哥俩好啊 八匹马呀 六六顺呀 一不小心在星期等色了 早晚都得回家 妈 你说得太对了 这还有好几十年小命呢 要不学会几道和自己喂口菜 那岂不是太凄凉了啊 平常呀 你就得多跟我呀 学着点 你们这一代人呀 什么都不会 还不愿意学 还有 你别嫌我啰嗦啊 这女人这一生啊 总得要个孩子不是 可是等有了孩子你再学 那还来得及呀 没事 传道条条自然值嘛 一跟你说这个 你就跟我打岔 今儿啊 你就得跟我好好说说 你跟樊斌到底什么时候 要孩子呀 我 我电话响了 我先接个电话 喂 胖子 行吧 嗯 那一会儿见 妈 我出去一下 一会儿就回来啊 小北 今天主要跟你说说 你跟樊斌的事啊 王源告诉你的啊 你别管 这消息来源不重要 重要的是 出了问题怎么解决 好啊 我听着 你说吧 坐 小北 我跟你讲 这关于男女关系问题 你不能用大陆法器的 有罪推论 你开始就设定她有罪了 那你怎么证明她无罪更难了 是不是 你怎么觉得她都是犯罪嫌疑人 你这应该用英美法器的 无罪推论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大家都是清白的 这样才能好好过日子 不就是一把钥匙吗 你说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对于胖子的言论 我不置可服 回根到底 就是你不信任 抛弃我对她信不信任的因素 我觉得樊斌 最不切实际的一点就是 在我们的感情世界里 她一直扮演的角色 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婴儿 人越大 生活中产生惊喜的可能性 就越小 即使是那些忽略时光 忽略皱纹 忽略一切自然条件 不想长大的穷妙式人物 也很难每时每刻 真正相信自己只有十六岁 不过樊斌可以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心境问题 对于樊斌来说 直接追随自己 最本能的情感走向就够了 仔细想想 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小北 这生活就是起起伏伏的 这现在出了问题 不代表以后就一定有问题 这否定过去就是否定自己 咱都往后看 从前圣者克里斯多夫 背着一个孩子渡河 那个孩子非常沉重 他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到达彼岸 克里斯多夫问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那么沉重 孩子说 我是未来的日子 你这说得哪儿跟哪儿 也不搭呀 常常我说了半天 对牛弹紧了这 这只要你也听不懂 算了别说我了 说说你跟王源 幸亏你告诉他 有每天跑步的习惯 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约他呢 第一天跑步就碰着他了 我们约好了 每天早上一块儿跑步吧 胖子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特别羡慕那些 从父母身边出来 就直接投奔到一个好学校 从一个好学校出来 就直接投奔到一个好丈夫 怀里的女人 她们没吃过什么苦 也没受过太大委屈 对社会上的黑暗面 看得多 经历得少 单纯地近乎幼稚 你说得反话吧 没有 我是说真的 其实我在想 要是我能决定 我希望他们一辈子 都别谈恋爱 永远怀着向往跟敬畏的心情 停留在美好爱情的憧憬 永远都别出来 我有时候想想 我已然都这样了 干脆放过王源跟韩文静 有什么事都冲我来吧 那你也不能自暴自弃 破罐子破摔嘛 你也觉得我是破罐子啊 我也觉得我是破罐子 要不咱们改天摔摔吧 我 我说开玩笑的啊 你别玩真的啊 永远 你小心点 别飞好啊 九十万了 九十万了 快行了 永远 永远 你快点把事件藏起来啊 等你妈回来的时候 给她个惊喜 对 哦 奶奶 怎么了 她今天是不是又犯错误了 雨沫 自己跟妈妈说吧 今天又考英语测样了 又没考好吧 这孩子功课是样样都好 就是英语不行 说吧考多少分 是不是又没及格 登登登登 啊 九十分呢 儿子 你怎么考的 这次单词可难了 班上只有三个人 分数比我高 不错呀 从来没考过九十分 这是第一次 王阿姨教我 背单词的方法科管用了 哦 还真的感谢你啊小王 你还真有一套 没想到孩子进步这么大 举手之劳嘛 我上大学那会儿做个家教 对了 王太太 我明天想请一天假 家里有事啊 不是 我想去一个招聘会 碰碰运气吧 打算找工作了 其实一直都在找 就是没碰到合适的 哦 好 你去吧 谢谢 你好 这是我的简历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记得打电话告诉我一声 嗯 好的 哎 王云 你们也在这儿啊 是啊 你干嘛 找工作呢 哦 不是 我过来帮一个朋友 递资料啊 他在找工作 哦 不好意思啊 你离开公司 连顿吃饭都没请我们吃 你走以后 我们就得想你了 最近在哪儿高救啊 我 我在一个公司 哦 那个 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那边挺忙的 好 好 好 改天请你们吃饭 行 好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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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总 您出来回来了 嗯 我过来看看 嗯 找得怎么样 嗯 反正简历收了不少 回去慢慢挑吧 人真多 刚才还看见王云呢 王云 嗯 他也过来找工作 帮朋友投简历 就在他们公司 好 小姐 我想看一下这份简历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我先走了啊 好 拜拜 看看 好 请进 刘总 老鹏嘛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别走别走别走走 坐坐坐 谢谢 我 我 刘总啊 我是有点事想麻烦你一下 我刚从人才交流会上出来 我看到我的一朋友 在你公司投了简历 所以我想请你关照关照 我这个朋友啊 人品好 工作能力一流 行了 你推荐的 我放心 叫什么名字 叫王云 没问题 就这事还让你跑一趟 给我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你不知道 我的手机啊 突然坏了 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没有了 行 就包在我身上这事 好 没问题 感谢 赶紧一起喝酒啊 行 你好 请问是王云吗 我是 我是网上超市一号店送货员 这是你的包裹 麻烦你签收一听 呃 有笔吗 谢谢 好 再见 谢谢 喂 呃 对 我是 这么快啊 我上午才投的简历啊 呃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 好 再见 这是合同问题看一下 如果可以 今天就可以签了 不用面试吗 不用不用 好 你的简历我们都看过了 挺合适的 薪酬每个月一万二 试用期过后再适当调整 你看这样满意吗 满意 满意 行 那就签了吧 明天就来上班 谢谢您啊 刘总 说实话 我还是第一次找工作遇到 不用面试的 别人来了那都面试 不是 你是彭总推荐的 我们绝对放心 彭总 彭一辉 彭总啊 是他找我 极力推荐的你 您说是彭总推荐的我 对呀 不好意思啊 刘总 那个 我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谢谢您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没准备你的饭啊 我也不知道你哪天回来 不用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哪天该回来 你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 你说你三四天才回来 然后一个电话都没有 回来就百佛臭脸 你给谁看呢你 我三四天不回来怪谁啊 怪我吗 还不都是因为 你把我电话通讯路 全清空了 所以我才处在 这么长时间啊 我得一个一个 再把我客户找回来啊 你知道你给我添了 多少麻烦吗 找回来了吗 找回来了 怎么了 你什么意思啊 还想善事吧 行 拿去删 接着删 把它全删了 全删了我也清静了 公司也不用干了 大家都散伙 好 喂 老刘啊 嫂子啊 老鹏在家吗 他在厕所呢 你要找他吗 不用不用 你跟他说一声 他跟我推荐那个人 就叫王源的 不靠谱啊 人来了是来的 紧接着又走了 王源 对啊 这事我可尽力了 你告诉老鹏医生 好好好 我跟他说一声 谢谢啊 不客气 那嫂子 我挂了啊 好好好 再见啊 吃哪儿了 满上 满上 喂 喂 老刘啊 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 就刚才叫王源那个 他的简历上 是不是有他的家庭住址啊 是老朋友有事找他 但是联系不上 所以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好好好 你说 好 我记住了 好 谢谢啊 你们大家伙看看 看看 就是就这叫王源的 勾引我老公 破坏我的家庭 他连工作都是我老公给找的 你说这什么人啊 你说要是这种人 住在你们小区 你们 外坏你们小区的名声 是不是啊 就记住了 就是这叫王源的 就是他 他就是王源 就是他 破坏我的家庭 勾引我老公 就是他 你看什么看 我说错了吗 大家看清楚了 这就是小三 就他破坏我的家庭 你干什么呀 你害我干吗呀 留下你诽谤我的证据 我诽谤你 对 就是诽谤 我跟你老公 什么事都没有你这样做 就是诽谤我 我可以告你的 有有有 你们大家听清楚啊 还告我呢 这不是公然威胁我吗 告我 你告我 你有什么本事啊 你连工作都是我老公 给你找的 你有本事吗你 有能的 你自己找去啊 你干什么呀 怎么回事 干吗呀 那小区里大吵大闹的 像什么样子 你谁呀 大家就散了 你谁呀 都回家吧 怎么随便你 让外人进来呢 王源 你给我站住 走 跟我走 不要脸破坏 别人家的嫂子 各位妹妹们 赶紧回家 把你们的男人 都看好了 知道什么吗 防火防盗防晓三 刚才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之前 在一个朋友的公司工作 他太太就误会 我们之间有什么 后来我就辞职了 今天 我那个朋友 又给我介绍了份工作 所以他太太又误会了 那你找到工作了 我放弃了 女人哪 就想在社会上立足 或多或少得跟男人 打交道 你那么想找工作 为什么不去呀 我就是不想让他帮我 本来误会就挺多的了 我如果再去他介绍的 这份工作 他就更说不清了 王太太 谢谢你替我解围 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 该怎么办了 太丢人了 小王 你原来在公司是做什么的 销售经理 你听说过合创集团吗 当然听说过 我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讲案例 就是用的合创的 你想没想过去合创工作呢 我不敢想 他们公司招聘挺严的 而且要求特高 我估计三年之后 可能会有资格去应聘吧 我就问你 如果有机会去合创工作 你有信心能干好吗 如果职位适合的话 我当然有信心了 倒是有个 市场部经理的职位 你感兴趣吗 您是在说笑吗 这是我明天 对 要是感兴趣 就先过来做一段时间试试 王太太您 以后来我公司工作 就别叫我王太太了 您得叫我张总 要是做得好 以后升职 是不成问题的 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要是可以的话 明天直接来公司找我 等你的好消息 再见 喂 胖子 你猜我刚才遇到谁了 王源 我在外面跟朋友说事呢 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啊 行行你忙你忙 不好意思啊 朋友 来 来 小北 你有空吗 我想跟你还有文静 一起吃个饭 我请客 哥们 跟你说那事可交给你了啊 咱说好了 来 喝一个 喂 我跟你说 这事只要你办成了 今晚哥们这一百多斤肉啊 交给你了 走哪儿赔哪儿 不是 你多少斤 说实话 二百来劲 去去啊 我可是个正常人 喝酒 正常人 好吃再来四个吧 行了行了 你点那么多 吃不完都浪费了 行 那这些吧 不行 有事要问你 朋友会跟你介绍工作 为什么不去啊 她那份工作不适合我 再说了 离开朋友会 我就找不着工作了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呀 我就觉得人活在世上 真体不公平的 胖子那么对你 估计都比不上 迂回在你心里的地位吧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你心里要是没什么的话 你不就去了吗 心里怎么想是一回事 但是该怎么做 是另一回事 我就是不想看你受委屈 你放心吧 我不会自我折磨的 小姐您是那桌的吧 小北 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看我呢 太刺眼了 是吗 哪里呀哪里有刺眼啊 你呀 真的吗 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你现在开始转型了 人家都转型好几次 好几天了 程老峰就喜欢你这类型的 跟安纯似的 不好意思 你太恶心人了你啊 恶心恶心的就习惯了嘛 韩文静我特别有一个问题 想问你 就是说 你这种角色上的错位转换 怎么能那么自然呢 那些什么样的错位感呢 就比如说 把一个女流氓的灵魂 放在一个淑女的身体里面 讨厌 他讲脏话 我要这讲的是脏话 那以后谁叫你名字 就是在讲脏话 你怎么这么韩文静了 讨厌 讨厌 韩文静你现在还吃减肥药吗 今天戴几条裤子呀 臭帅 哪壶不提提哪壶 我背疼 这我呢 你为什么那么差时间 都不联系我们呀 你干吗呀 今天心情好呀 找着工作了 就是为了这事 什么工作啊 合创销售部经理 大公司啊 大公司啊 怎么找到的 我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会相信的 就跟电视剧似的 我跟那个女老总啊 是在他们家 当保姆的时候认识的 当保姆 怎么了 这还是韩文静给我 出的馊主意呢 你放屁 我什么时候让你当保姆了 你忘了那天你跟我说的 你说人越是在最低谷 就越是应该挑战自我 我喝多了吧 我随便一说 你也当治理名言啊 王源 你可真行 你怎么连当保姆 这种事都干得出来呢 不行 我得跟你绝交 好吧 当保姆怎么了 你们两个还当不了保姆呢 来 我恭喜一下你吧 就是成为我的粉丝 以后我说什么 都拿小宝宝记下来啊 恭喜你有了好工作 好 来嘛 朋友 让我们干了这杯有意的酒 对了 你跟那个程程怎么样了 还天天给她送饭吗 当然啦 我每天早上送早餐 晚上送亮汤 通通都给程程送过去 你二十四孝女友啊 韩文静 你对你爸妈 从来都没这么疼过吧 对 我们淑女就是这样子的呀 关键是亮汤每天都不重样 有的时候是乌鸡汤 有的时候是乳鸽汤 人家是提着汤罐去看病人 我是提着汤罐去看医生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韩文静 你为了程小枫 都能把厨艺给学会了 都是在饭店里打包的 她看不出来呀 她不可能看得出来的 因为我都是带着很精致的 饭盒 汤盒 然后原样打包送给她 那程小枫什么态度 你不要叫程小枫 叫程程 照想多身份啊 以后就是你们的妹夫了 姐夫吧 妹夫 好 程程 那程程什么态度呢 她一开始呢 还有点受宠若惊 后来就慢慢地觉得不对劲 昨天晚上 我去给她送汤的时候 她非常委婉地跟我说 啊以后不要这个样子了 影响不好 这叫委婉啊 那什么才叫直接呢 你说得一点都对啊 你这也太伤感着了吧 胖子以前对你 还不是这样的 哎 哎 这些都是万杰教你的吧 对啊 万杰愿人无数我相信她 有效吗 当然有效了 现在一远上上下下的人 都以为我是程小枫的女朋友 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还亲切地出呼我为程太太 哎 哎你们俩试试 试试吗 哎感觉很不一样呢 程太太 你好 怎么样 端庄吗 端着 我跟你说程小枫也不是个好鸟 你想想她都有女朋友了 还认有你这么折腾啊 哎呀 怎么了你又 又怎么了 周小北你明天得陪我去见一个人啊 陪你去见什么人 你又让我陪你去相亲 我告诉你韩文静我可不去啊 你自己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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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 到时候你就知道啦 胖子 哥不是不给你办 啊 这点小事 你说你杀鸡能有牛刀吗 我跟你说啊 要么咱不办 要办咱就办个大的 世界五百强 你看好哪家呢 分分钟随便挑 啊 然后啊 喝酒 喝酒 考虑清楚啦 好 那就从今天开始上班吧 不过有句话我要说在前面 我对员工要求很严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在工作中绝对不可以掺扎 任何的私人感情能做到吗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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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